范澄澄亲生父亲真相大白,范冰冰还泪哭诉,钱能买到幸福。 范澄澄亲生父亲真相大白,范冰冰还泪哭诉,钱能买到幸福。 红金宝究竟是怎么出名的?这就要从李小龙说起来了,李小龙还在世的时候,惹忠于武术,红金宝那时候还年轻,也是唯一能和李小龙对打的人。 当然,一招红金宝就输了,可还是让李小龙对他青睐又加,从此红金宝走上了抱大腿的道路,开创各种系列喜剧,捧红了林郑英和吴马等人。 大概是这种情况下给人一种错觉,于是范冰冰认为红金宝的势力足够大,能让自己平步青云,两人展开了第一次合作,也是唯一一次。 十年之前,媒体报道说范冰冰和红金宝在北京东四环的公寓同居,甚至在Social现代城两人生下孩子。 那时候范冰冰在和华丽闹矛盾,网络也没有普及到这种情况,于是没有澄清,也没有状告,毕竟范冰冰不能光明正大地说自己是清白的。 当然我们不排除,范冰冰是单纯的欣赏红金宝的能力,谁都有偶像,看到偶像光彩照人的样子,新元一马也非常正常。 可是对于如今范城城的出道,却让一切都变得扑朔迷离。范城城亲生父亲也真相大白。 许多网友在范城城小的时候,就表示她和红金宝长相太像了,加上范冰冰的照顾和2002年的突然消失, 自然给范城城的身世蒙上了面纱。 本来如果范城城做一个普通人,不会出现如今尴尬的局面,可是偏偏范城城开始向娱乐圈发展。 大概还是心中希望挣更多的钱,一入圈就面临住走红,范城城的资源太好了。 港媒多次质问范冰冰,究竟和红金宝发生了什么,一来二去,全世界都知道了,加上红金宝的回复,要说他们没有故事,是没人相信的。 当然,没有前爹的女明星也不能走红,所以在小编看来,范冰冰的前爹不算污点,只能是最快地到达成功的捷径。 如今范冰冰已经可以在明星这个行业中呼风唤雨,可还是受到了影响。 范城城说自己不是私生子,是母亲十月怀胎才生下来的。 面对这一切,范冰冰终于含泪哭诉,钱能买到幸福。 母亲想打胎但是自己拒绝了,只需要给一点超生费,交罚款就行了。 作为独生子女,孤单是常态,可有了弟弟,范冰冰过得越来越快乐。 这才是圆满。 洪天明也被网友拉出来,其实这样一对比,大概所有男人都长得一样吧。 单眼皮,一个嘴巴两个眼睛。 只要有心思,什么都能传出来。 其实还有一点能判断出,范城城和范冰冰的血缘关系,那就是浓密的发亮。 他们的头发真的如海藻一般茂盛,就连父亲和母亲,也像是同样的容貌。 所以即便是有孩子,他们也不会留下来,范城城还真的很无辜,背负了二十年的骂名。 当然也有网友说,做明星就要承担后果,比如挣的钱多,就要接受舆论的考验,对此你怎么看? 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